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谈到修正的位置 这个修正有修就有正 从发菩提心逆转自己的习气 一直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原来的惯性 那谁所发行安利甚位 它会有什么效果呢 就从望而归真 那到现在啊 已经到十回向 这个十回向 是把自己的修行 把它扩大 扩大到借由回向的方式呢 让自己的心呢 能够达到最圆满 那当然 我们有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来学习 那到了这个第八 叫真如向回向的时候啊 它已经不是前面六跟七 六跟七都有随顺随顺 那真如呢 没有随顺 因为本来就如此 那所谓的真如向回向呢 叫集一切法 那集一切法就是什么 集什么 是真如集一切法 一切法集是真如 这两个没有说啊 我今天要修行喔 我要顺着一个方法 那一刚刚开始 我们会怎样 诶 什么叫修行呢 我要向佛 我要学佛 我要学法 我要 诶 感觉自己的身口意啊 好像有一个距离 跟佛有距离 什么距离呢 诶 奇怪 平常生活 是 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执着 有自己的局限 那要学佛 啊 常常觉得自己做得很难 做不到 或者是 明明佛法这么好 可是自己好像 差距很远 那 这个过程呢 就是 一直不断不断的 离佛 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叫随顺 随 随 随著佛 顺 顺著法 那到 第八的时候呢 叫做 已经一如了 就是 我就是佛 佛就是我 集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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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切法 原来 如此 为什么 因为 真如 就是我 我就是真如 也没有我 也没有真如 其实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们大部分呢 都 还离这个很远 就觉得 明明就是 很想要成佛 还有一个成 你其实 就不是佛嘛 才会有 我要成佛的 这个想法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已经到 易如了 叫集一切法 这时候呢 你所有的行为啊 好像跟 原来的情况 差不多喔 有一个出家 师父啊 修得很好 居士就问他 师父啊 大修行人 开悟前 跟开悟后 到底有什么差别 那我得要问 开悟后的你啊 你开悟了 那请问 开悟之后 是什么样子啊 那他就说什么 那就是 穿衣吃饭啊 奇怪 那我也穿衣吃饭 你也穿衣吃饭 那这样不是一样 所以呢 我也是佛 佛也是我吗 是啊 没有错 可是一般人呢 就会有分别 什么分别 我吃饭的时候啊 只要 这不是我爱吃的 我就 觉得很烦恼啊 或者吃了之后 自己啊 欸 太喜欢 就产生贪心 所以这个就是啊 欸 我跟 吃饭 这件事情 那并不是 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我还想要 找到 什么 东西 我喜欢的 就想要一直吃 那不喜欢的呢 就很排斥 很烦恼 但是呢 如果呢 已经像佛这样啊 就吃饭就是吃饭 那 没有 这种 一定要 哪一种方式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很平常的 你的心 没有因为 吃得好 吃不好 有吃 没有吃 而产生的 这个 惊涛骇浪 那 这时候 平静的 心啊 是 自然而然的 而不是 教自己要 平静 喔 我要执着 我要不执着 欸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平常心事道 那开悟的人呢 就是这样啊 啊 那每天的日常 也没有 好 也没有不好 可是一般人呢 喔 他平常觉得很无聊啊 等到特别的时节 他就想要 来一点不一样的 那 譬如说我今天生日 啊 怎么都没有人跟我祝福啊 欸 那 欸 你平常 有没有祝福 有啊 今天 有没有祝福 有啊 可是我就觉得 一定要有一种特别 观世音菩萨也是这样子啊 有一个人说 师父啊 为什么别人 好像都有菩萨在感应啊 那我怎么都没有感觉到 他有感应啊 其实啊 我们每天 平平安安的 健健康康的 就是感应啊 难道我们要怎样 要遇到 重大的灾难 然后 竟然没死 那这叫做感应吗 这样子是很危险的嘛 所以呢 集一切法 就是 不管你今天是天气晴还是天气雨 今天是天气热还是天气冷 那就是每天每天都是如此嘛 你如果期待冬天 那你就觉得夏天好热 你如果喜欢夏天 那你就觉得冬天好长 所以呢 这就是啊 没有集啊 那所以 当我们 回到本然的时候 穿衣吃饭 就是佛的神通妙用 这叫做真 如相 回相 那不但是集一切法 而且也离一切相 集跟离啊 这两件事情 是一件事 就是都 让我们练习不执着 我们一般都会偏到两边 集就是黏在一起 我好亲喔 我喜欢这些人爱 那离就是啊 最讨厌的 全部离我远远的 结果呢 不但是离不掉 还会黏得更紧 那黏得更紧 又痛苦的不得了 所以就产生 这种平衡 跟不平衡的状态 变成二法乐 叫二无所拙啊 要怎么样无所拙 你不管是在右边 还是在左边 在空边还是在右边 在你自己认为的好这边 还是恶的这边 你都知道 他的因缘是不一样的 那你不会呢 产生 这种分别啊 而让自己陷入一种取舍 那这时候呢 你不管是在哪里 就都一样咯 在天堂也很好 在地上也如此 那至于到地狱 依然还是 是没有受到影响 不会被地狱的相 或天堂的相 或者是呢 你自己认为的好相跟恶相 而产生的苦乐的感受 这时候叫做离一切相 所以呢 这两个字啊 集跟离 我们都是要练习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就是有这两种取舍跟分别 那菩萨要怎么来修这个善根 修这个真如相回相呢 就是菩萨呢 慧言普观所有善根 修一切善根啊 都做什么 以主善根 愿得庄严一切佛国 愿得周辨一切世界 愿得成就智慧观察 如为己生 如是回相 如是而为一切众生 哎呀 我们大部分的人呢 都说 我要广度一切众生 可是你又找不到一个理由 我为什么要度众生 我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那其实度众生呢 你首先呢 要先为自己 你想想看 你自己最想要怎么样 我当然希望 最好就是自己最有智慧 自己又可以最自由 叫周辨一切世界 又能够庄严一切佛国 什么意思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都变得美好 变得庄严 那你就会很开心啊 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呢 你都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非常有福报的人 任何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到来呢 因为我们的努力 他就会变得更好 所以啊 这就是什么 你先要从自己推己及人啊 你如果自己都没有感受到好 那你怎么能够去叫别人好呢 所以有很多人会这样啊 爸爸妈妈啊 就是没有机会把书读好 所以怎样 所以你要好好读书 诶 可是问题是 那你为什么不要好好读书呢 诶 我的环境不好啊 我这个以前没有这个机会啊 我年轻的时候 不知道 读书很重要啊 你看 你自己都没有觉得好 那为什么要要求别人 你就很没有说服力 所以呢 修行也是这样 哎呀 出嫁很好吗 你要自己觉得很好 你才能够劝得动别人啊 布施很好吗 你要自己觉得很殊胜 你才有办法劝别人啊 念经很好吗 你要自己得到受用 哇 原来呢 修菩萨行 行菩萨道是这么的殊胜 你就自然能够带动所有的一切众生 你要先说服自己 你要让自己先圆满 你才会有这种力量跟影响力啊 所以如为己生 如是回向 如是而为一切众生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 所谓怨一切众生 永离一切地狱畜生 引罗亡去 愿一切众生 除灭一切障碍之夜 愿一切众生 以敬至乐 去求菩提 或无良知 愿一切众生 普能显示安隐住处 为什么你能够回向给一切众生呢 因为其实这些都是自己的清单 自己最想要怎样 我最想要不要去地狱 那你要怎么样不去地狱 你要回向所有的众生 都不去地狱 那自然就没有地狱的夜喔 如果这个世界啊 都没有人堕落三途二道 那这世界就没有三途二道 所以我们为了 让自己涌离一切地狱畜生 炎罗亡去 谁都不想去啊 那我们就要回向 回向一切众生 也不要去 为什么 因为如果啊 我不要管别人的死活 我自己一个人安乐 可是你的家人 有人在地狱 会怎样呢 他就会让你啊 必须要去地狱 是不是 你得要去收拾啊 他在苦的时候 他就会找你啊 为什么 就是他不找你 他要找谁 当然就要找你啊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佛经 都是这样子 比如说梁王宝餐 那梁王宝餐 为什么会有这个忏悔法门啊 梁武帝做错什么事 他没有做错什么事 结果呢 因为他的太太 就是 哎呀 很嫉妒啊 梁武帝子对 所有的兵妃好 都不对他好 没有独宠于一人 所以他就很嫉妒啊 就想办法 把其他的兵妃给 给他给怎样 陷害 所以最后呢 就堕落成为大蟒蛇 这怎么办 痛苦的不得了 只能找梁武帝啊 梁武帝能够怎么办 也没有办法啊 其实也不是他的错 对不对 所以呢 忏悔的是谁 就是他 他就要拜忏 要忏悔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啊 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彼此之间有关的 你不能够置身事外啊 你不是说 管你的切断的关系啊 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任何人 都没有办法 置身事外啊 因为这个世界啊 潜移法而动全身 只是我们以为 跟我无关啊 所以要回向啊 现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的灾难 我们要赶快回向 拼命回向 要不然呢 就会变成一种共业啊 那所有的修行呢 只有佛教会这样子 佛教里面呢 就在讲什么 讲 一切众生 皆能够 离苦得乐 我们只要 相信这件事 努力这件事 他就可以成真啊 这个方法呢 还很清楚 你只要诵经 然后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要发愿 就是发愿啊 一切众生 除灭一切障碍之夜 就是用自己的心啊 去感应 去感觉 乃至于呢 去感受 这一切万法的本然 那为什么 因为呢 这是佛 成佛的方法 他发现这个方法 他就觉得 欸 这件事情是 很值得推广的 因为原来 离苦得乐的方式 就是 用发愿的方式 好 那我们也听过 地藏经啊 地藏经里面 菩萨也是这样子啊 他怎么度他的母亲 哦 他就是 永发愿的嘛 地狱不空 士不成佛 我希望呢 一切众生 都能够离一切地狱啊 哦 结果呢 他发了这个愿 他的母亲 就真的离开地狱了 哦 他有做什么呢 欸 他目前都还没做什么 他就是发愿 那发了愿 欸 所有的人 都被他的这个愿力 所感应啊 所以你看现在啊 很多人都在修地藏法门啊 为什么 因为他就被 这个 地藏王菩萨的大愿行 感动啊 那只要感动呢 那众生呢 就会他从 他的心里 升起一种力量 什么力量 啊 原来我就是 学习 地藏王菩萨一样 我也去发这个愿 哦 那当一个众生 发这个愿 一切众生 也发这个愿的时候 地狱就真的被破除了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从一个众生 开始来做 然后呢 欸 推己及人 就一切众生 都能够除灭 这就是愿力的力量啊 那你说 愿力怎么这么厉害呢 啊 因为这里讲到 这个真如回向 他的确是如此 见世事已 以方便智 精勤修习 出生无量 圣妙功德 为助众生 请求善法 心无放逸 广集众善 犹如大海 以无尽善 匍复一切 为众善法所依之处 啊 那哪一些事情是 一切众善法所依之处呢 就是我们的心啊 其实他一直在讲的是真如 真如的力量 为什么你可以有方便智 因为我们依着真如 而产生了智慧 你如果从自己的心出发 你的智慧真的是无量无边 有时候呢 我们自己因为自己不太相信自己有智慧 你就会想要去问 这个有一些所谓的专家 你会发现 哎呀问来问去 不如自己好好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因为我们以为呢 专家好像比较厉害 那他真的有比较厉害吗 他有他的厉害 但是他的厉害是适合 他自己个人的状况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做 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有啊 只是我们不知道 从自己的心里面去提取 那现在呢 菩萨就教我们 你要从你的内心当中 去提取你的功德力 所以呢 广及众善犹如大海 以无尽善普复一切 为众善法所依之处 我们的心是一切善法所依之处 而且以诸善根方便回向而无分别 开示无量种种善根 至常观察一切众生 心恒意念善根境界 以等真如平等善根 回向众生 无有休息 好 那我们自己的发心呢 就是如此的喔 怎么样如此 就是用这个平等的善根 什么样平等善根呢 好 我们自己就继续教大家 愿一切众生得诸如来可爱乐见 见法真性平等平等 无所取拙圆满清净 譬如真如便一切处无有边际 善根回向亦复如是 便一切处无有边际 譬如真如真实为性 善根回向亦复如是 了一切法真实为性 这里呢讲到什么 哎呀 其实讲来讲去就是两个字真如 什么叫真如呢 真就是你的本性是真实的 那怎么做 就是你只管 只管什么 很真实的发心 你说啊师父 可是我很真诚啊 但是好像没什么笑喔 别人都笑我很傻 你依然坚持很真实 很诚恳 你会越来越接近真如 如果我们为了要 某一种利益要戴上面具 敷衍敷衍 虚应故事 有些人呢实在很讨厌 所以你就假笑 那你以为对方都听 看不出来你在假笑吗 其实看得出来 好 我是假装对他很好 假装他很厉害 其实这些都是假不了的 因为事实上呢 我们的心啊 每发出一个讯号 就会有一个回应 什么回应 你是假的妄想 你就会拉来吸引来假的讯息 所以呢在这个社会上啊 大家都假来假去嘛 是不是 那你会设计我 难道我不会设计你吗 与其这样啊 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不如就学菩萨 这世界上的确 有时候看到菩萨真的很傻 这么跟人家掏心掏肺 最后得到什么 其实啊我们看到喔 佛最后得到的是佛 但是你看他在当菩萨的时候 修行的过程实在有够惨的 不但是遇到这个对他不好的 而且还来跟他要得很过分 不但眼睛也要的 耳朵也要的 那眼耳鼻舌生意 通通都占他的便宜 他还很开心说 哇这个实在是我最珍贵的 我好开心喔 我可以供养一切的众生 这世界上有这么少的人吗 的确是很少 那也就知道 成佛为什么只有他 因为他就是最傻 我们认为的傻 其实他是很真诚的 所以真诚的结局 一定有真诚的果报 那为什么我们不要学佛 而愿意去学很多虚假的 所谓的成熟自以为聪明的人呢 那这个就是啊 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啊 会不知道要依着谁的标准 而来行菩萨道 来过生活 那现在学佛了 可是我们还是没有什么信心 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们遇到的佛 只有一个 是不是 他介绍的呢也是很少很少 阿弥陀佛好像也没见过 那耀师佛有听过 可是呢 这个很抽象 那我们在身边呢 看到的都是凡夫比较多啊 那凡夫都是这样子一套 那我会有信心吗 我对成佛就会比较没有信心 所以呢 唯有什么 唯有自己用这种善根啊 来相信佛 孤注一指啦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 你真诚的学佛 他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你知道 你不真诚的结果 都在你的旁边 你会看到 这个世界的现象 越来越乱 这些人的心 越来越糟 那你也可以说 我就要继续如此下去 可是 如果 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坚持 他的真诚 而最终成佛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要相信一下 那最终呢 如果失败 也不过就是 原来的轮回的状态 更何况 佛 告诉我们 绝对不会失败 所以我们就要相信 这个真诚之心 是便宜接触 无有边际 善跟回向 亦附如是 便一切处 无有边际 是如此的 你说 那我要怎么相信 很难啊 你只能呢 先让自己相信 你先相信嘛 到最后 盖棺论定 你再回头看看 看 你的选择 是对的 还是 你不选择佛 这个方法 是对的嘛 所以呢 这个修行啊 的确是不容易 但是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点 对佛的信心呢 其实啊 你真的是 很有福报 也很有善根 好 以上是 真如 回向 好 师父 各位师兄 大家好 我是圆明 请教师父一个问题 像一般回向的想法 就是将自己所修的一切福费 一切功德 不为自己求人 人天福报的安乐 而是完全回向给一切众生 令一切众生能得到大自在的解脱 以空境的常乐 但真如回向是回到不生不昧的真如本性 因为真如是平等的超越了恶律之相 远离了人我之差别 无所谓的自律他律之分别 这样的一个理解是否正切 请师父开示 谢谢 谢谢圆明 圆明的解释都很厉害 这个没有差别 其实的确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做到没有差别 我们要知道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面对任何人一定是有差别 那你要真正的达到没有差别 你得要先知道你有差别 当我接受自己是有差别 当我接受所有的人都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是趋近于无有差别 所以我们所谓的消除人我对立 是没有那个尺 没有那个平等的尺 没有那个无差别的尺 而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你单独的对着他 我们常常会听到一种很商人的比较 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的妈妈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比较商人的 跟你的前任比起来 你比较怎么样 那孩子呢是 爸爸你比较偏心 哥哥还是比较喜欢我 这个就是最伤人的 因为对我们来讲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虽然人有偏心 可是你要知道 人的本质上是没有差别 我们不可能做到完全没有差别 就像我见到佛 跟见到众生 真的不一样啊 因为佛对我们 跟众生对我们 就是不一样啊 所以要先接受 人跟我之间是有差别像 然后你就能够离一切像 你不知道自己有分别 你就没办法离一切像 所以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有可能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因为你根本就是什么 就分别性很重 一种就是你已经接受 人就是不一样 山跟山 水是水 就是不一样 所以这两种呢 看起来 都是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都有差别哦 可是一个是着像的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一个是离像的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是这样子 好 谢谢元明的分享 师父阿弥陀佛 我是妙如 我在工作中 忙碌中 常常会察觉到自己的起心动念 还是会被外境所影响 虽然不会完全无动于衷 至少是可以辅助的 例如 有一位老菩萨住院 情况比较紧急 同一件事情有三个人打电话 要我去做 为学佛前 我就会说 一件事情是要说几次 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 用不分别清净无然的心去面对 但是至少境界来的时候 可以辅助我运的感受 不会让无名烦恼滋长 想请教师父 要如何才能达到真正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答案很难 但是就借这个紧张的机会 来看看自己 会不会随境而转 这些人呢 是境界 千境万境 各式各样的境界 来了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的因缘 他是借由这些事情 来帮助我们看到你自己的心 那你的心呢 就会随着每一次的关照 你就会发现你在进步 也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 还没有办法做得很好 那只要有比以前少一点点的火气 那就是进步 就知道有效 那有一天呢 你就会完全 不管多少人来给你出招 你都能够清净本然 安详自在 笑笑的回答他 你要说几次 好 谢谢